财经消息来看到 亚太电信董事长吕芳明 以及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以个人名义斥资新台币近14亿元 收购台湾宽屏TBC有线系统台 NCC昨天以22项附带条件审议通过 而两人将掌控台湾第三大系统台 涵盖约70.5万用户 这也将意味着郭台铭正式 跨足有线电视产业 鸿海也将进入家庭客厅的最后一里路